因为你的话比较会放松聊天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本来的台电视色 没有 说水 说水就是色吗 是的 真的是我回去日本跟前辈聊天的时候 也是我讲黄奖 嗯嗯嗯 对被前辈说这个 吓一跳耶 对真的以前的我不讲 大家好我们去漫才校尾哈 请坐起来哦 加油 - オネイオチマー - 今天的主题是 发现变成台湾人的瞬间 耶 对我们来台湾八年了 是 应该来台湾之间 跟现在有很多改变的部分吧 有是有 没有是没有 没有吗 你在日本可以戴这种的帽子吗 有是有 没有是有 没有吧 真的我们有改变很多部分 有时候我自己没有感觉 但是被日本的朋友说这个 哦是哦 也有这种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分享一下 自己那个部分变成台湾人 好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帮我按赞小铃铛分享一下 - 谢谢 拜托拜托拜托 第一个 很喜欢穿蓝白托 这个是有偶大商的病耶 嗯 为什么我的病 蓝白托病 因为台湾人也有 没有那么多穿蓝白托 有吧 我去了你以外都没有看过 因为偶大商真的是 就是只要一进公司 就会用最快的速度 把他的鞋脱掉 换成蓝白托 对 嗯 我不喜欢穿鞋子 但在日本绝对不行吧 啊 有点是 穿蓝白托出门 对 上班的时候 也是当然不行 但在日本穿拖鞋的话可以吗 上班还是不行 上班不行 对 但台湾可以 这个部分真的很开心 我在日本 那时候找完的女朋友 看到我穿拖鞋 他跟我说 约会的时候不要这样 哦 但我穿的拖鞋蛮高级的 蛮高级的拖鞋 是上了拖鞋 对 什么 一万利率左右的 一万利率的 两百多吗 不是两百多拖鞋 哇 但是女生不管多少钱 都不行 对 在约会的时候 不要穿拖鞋 但台湾很多女生 如果能被我穿老板的约会 还是蛮多人可以接受吧 我不行 哈哈哈 阿哥讲很形象啊 戴独立的话 戴独立的话 可以吗 我没有看过约会的时候 戴独立的 我啊 我老婆呢 刚来台湾的时候 跟他约会的时候 戴独立 为什么 然后就有跟你讲话吗 可是他也是相信 啊 台湾是这样的 好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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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发型 对 还有一个是 喜欢喝文开水 啊 真的台湾呢 为了自己的健康吗 喜欢喝文开水的人 对 我的以前台湾的朋友跟我说 为什么冬天 也要喝家冰块的水 超越版人 对 那时候我觉得 因为一个服务吧 当然的事情吧 嗯 因为那个 机械给客人 文开水 是有点没礼貌 为什么 服务不好的感觉 五六年 完全无法理解 对 五六年前的我觉得这样 但现在我也觉得 日本的白痴 因为在外面一说 很冷很冷很冷 进去餐厅之后 还有冰块的水 一点道理都没有 日本人不知道 为什么那么台湾人 喜欢文开水 所以呢 对呢 我们以前呢 在北海道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机场工作的人 介绍一下 台湾跟日本的差异点 那时 或者是机场的工作人 也一直问我 为什么台湾人 那么喜欢闻开水呢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哦 没有 只是那个 为了自己的健康 那我们准备了什么 温度的 水比较好 那极度的 对 常温水也 常温水 因为中文跟日文 三十八比较好 哈哈哈哈 有那样规则 就是比体温高一点的问题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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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的 直接给客人水 是对日本人来说 没礼貌的事情 所以热水还是冰块 嗯 常温水不可以 常温水就会太随便了 对 冰块就是日本人的贴心 好奇怪 对 现在我也觉得不用这样 对 因为中文跟日文 比起来 中文比较要直接讲 是 对 然后什么聊天的时候 也是一定要讲 yes or no 那日本人喜欢 完整的 完整的 真的 明天有空吗 要不要一起玩 那时候日本人 日文的话 讲 有点难 有点难 就绝的意思 嗯 但台湾人听不太多 有点难 那 那我们要换时间吗 对 对 下一点 不是 不是 我讲的有点难 就是不行的意思 是 但是 对日本的来说 直接讲不行 是有点没礼貌 嗯 然后最麻烦的字 是 结果 例如那个 我们这房间的时候 工作人 那个房间的工作人 有问你 那个 这个房间是要打扫吗 那 那个个人 跟那个小工作人 说 到底 可以打扫 或是那个不可以 但是你猜一猜 哦 不要 可以的 都有吧 对 对 所以完全听不懂 我连日本人也是听不懂 到底yes or no 有可能以前的我们的话 听得懂 现在听不太多 看表情 看气氛 对 读空气是很重要 我越来越忘记 我变成白木 藏木变白木 白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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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白木粉 白木粉 对 白木粉 对 这个是在日本的时候 没有感觉 其实呢 讲中文聊天的话 比较直接 没问题 当然 台湾人聊天吧 没错 所以现在比较危险的是 我们回去日本的时候 用日文聊天 也是 我的头脑里面 一般还是中文 台湾的感觉 所以 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觉得 诶 这个讲得太直接吗 有点没礼貌吗 常常想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们在台湾 例如讲台湾笑的时候的话 因为我们的中文是不标准 所以 有可能台湾人 也是可以接受 外国人 讲那个 直接的没礼貌的说话 那我们是日本人 回去日本的时候 我直接讲的 只是没礼貌而已 这个很危险 真的 好危险 而且台湾人很喜欢 听那个 这个是因为好吃不好吃 我们也是不能回答 可是 台湾人就觉得你不好吃 你可以直接讲 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是 所以在台湾讲不好吃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我不喜欢 我们不好吃 但在日本 直接讲麻醉 是没礼貌的 你在中国 这样是日本人很厉害吧 这样就知道是吗 对 不要讲什么 接下来是 旧旧旧屋一定要点用明太子的料理 啊 这个也是我也会理解 台湾人也是会理解嘛 但我觉得台湾人的印象是 日本人很喜欢明太子 不是吗 没有没有 所以呢 大家的印象是明太子就是日本料理 所以旧旧旧屋的时候 你们觉得一定要点吧 对啊 日本人不会这样啦 知道福岗县比较多 我们去福岗县的时候 也许下到了明太子的料理那么多 其他店的话没有 日本就是要吃明太子玉子山 然后明太子那个烤鸡 来啦来啦 我们来台湾吃 阿国家你知道吗 我觉得台湾的旧旧 所有的店有那个想要明太子 是是是 日本没有耶 没有没有 他不是一个小餐吗 没有 他不是一个小餐吗 对对对 没看过吧 没看过 在日本我没看过这个料理 所以我第一次台湾旧旧旧屋屋开的时候 我以为那家店是明太子的专门店 对 所有的料理里面有明太子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 很好 所以我跟那个大干一起聚会的时候呢 我们的酒汁都是明太子的料理 我以为哈姆店了 哈姆 不要那么多点明太子 结果是他 哈哈哈 不好意思我耶 但是大家很开心的样子 是是是是是 那个明太子薯条 想要明太子 明太子一直烧 好开心 很好吃 很好吃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料理是那个台湾料理 没错 台湾历史料理 代表就是明太子 没错 还有一个这个我真的被前辈说的事情 我常常开环厂 Simoneta 我告诉你我也感觉到 直接的说话跟那个环厂的东西是那个 真的那个你越来越多 因为在日本的时候的话 绝对对没有这样 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 是是是 如果我的话讲那个台湾是环笑话 的话他没有吐槽 这样不行 现在很可怕 是是是 很可怕 真的 在台湾还可以 因为台湾人也很喜欢聊这种的事情 是吗 是啊 没有 因为我们是外国人 所以可以接受而已 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会这样 跟那个菜冠、达康、韩文一起聊天的时候 常常聊这个事情 就他们又是比较特别的人了 台湾人之中比较特别的人 是 没错 所以跟那个我们的同事一起聊天的话会放松聊天 可是那个跟那个默湾人聊天 或是来看的粉丝聊天的时候 也是我会紧张的 为什么 我现在的话有一点羡慕你 为什么 因为你的话比较会放松聊天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本来的台湾人是设计的 没有 说水 说水的设计吗 是 是的 真的 真的是我回去日本跟前辈聊天的时候 也是我讲黄湾 嗯嗯嗯 对 被前辈说这个 吓一跳 对 真的以前的我不讲 对台湾改变了 跟以前的台湾完全不一样 你们海的哦 你们海的 所以日本人聊天 朋友之间聊天会开房间吗 而且呢 我还是那个用日文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讲那个 比喻的方式 安息的方式 因为中文的话 还不知道怎么讲 所以全部都直接讲 那反正日本集合 也是直接讲出差道了 对 很可怕 我现在很紧张 跟日本的聊天 嗯 哼哼 还有吗 那我最后一个是那个 我来台湾以后 最改变的事情是那个 在公园也可以睡觉 这个 什么 等一下等一下 超过 我们讲的是 变成台湾人 台湾人不会这样啊 因为台湾的集合是很好 有些春天还有秋天的话 在公园睡觉好舒服啊 虽然蚃子比较多 可是呢 棒棒棒棒 的话 可是呢 没有 然后呢 我认证跟你们说 在公园睡觉的话 台湾人也没办法接受 那还有一个事情是 我们没有在意末班车 有没有末班车 街运的 因为交通费是那个 没有这么高的 所以没有末班车 也许可以打机检车 可以回家 这个部分是很大的差别 对不对 但是你几乎都没有那个电脚的时间 你就好自己学校耶 所以在公园是 什么 很多台湾人也许在意 care我那个 你没事吗之类的 等一下 安国家 这是变成台湾人的感觉吗 不是哦 对 只有我一个 这不是变成台湾人 变成糟糕的 好 谢谢台湾人 这个是白目纷啊 真的改变很多事情 在台湾生活完全没问题 回家里面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最危险的 每次我在公园睡觉的时候 不是不是 我在公园睡觉的时候 也是戴几个帽子 所以看到那个台湾人也是 啊 台湾人好 所以跟我说好好睡觉 很丢脸啊 很多台湾人看你 觉得哇 日本人糟糕耶 白痴 很丢脸 不是 你好好啊 变不好啊 怎么 好 你不是变成台湾人 你变成糟糕的白痴而已 这个是没有变成 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 白痴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